刚刚正好在那个医生在检查的时候 突然公公就打电话过来了 一听说我们在医院 我的天啊 糟直接死了 现在估计已经再去我们家的路上了吧 我们现在也要赶快回去 哈喽 早上好呀 我们的小家伙光龙伴下阵来了 今天生病越来越严重了 他说他的耳朵也开始疼起来了 本来开始只是咳嗽啊 然后鼻子堵 现在耳朵也疼起来了 所以我准备给他约一个医生 待会儿让他去医院看一下 哦 你想吃什么早餐呢 哦 不想吃啊 就是一醒就是不停地让我抱着 不想下来了 要沙沙娇 估计今天学校也去不了了 不能送到幼儿园去了 耳朵已经好了 那你的耳朵好了没有呢 耳朵已经好了 那可不可以去上幼儿园呢 没有 你想学校会去学校 未来这个医生 他说他的耳朵现在比较好 你觉得他比较好吗 对 他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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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早上说他耳朵疼 不停的疼要我抱着 现在到医院来了 他说他耳朵已经好了 看来他就是不想上学啊 现在你的耳朵还疼不疼 跟那个医生说 你的耳朵还疼不疼吗 没有 他现在比较好吗 是的 他比较好 四周 哪里有的家吗 对 1996 多重 那太多伤 supp 你在那边躲到烫暑闹 他会跳到烫暑闹闹闹闹闹的 那么让你一口 你竟起来我的手 啊 啊 啊 好 啊 啊 啊 为什么 你住手 快使扫着吗 对 对 对 他在这当时尚尚值得反对的 是第1例子 可能是这样的 评论了 他没有太多硬 他没有那么嚴重呢 因为他没有那么强 Cent SA这是稀疏 跟 ex test 我对它和咱们 我会解开 因为我们偿而言 就能够到中国的 则是否给女性 如果得到最多的 当时我们在3日 这么多按钻 就当时 杳于女性 如果不想 那你把 leve 给它 再来 你得开 我们想看 我们便将将 那 Rise 如果是更糟糕,我会给你 所以这两个东西都可以吗? 对,现在 同样的东西会给我们再来 好 医生检查了一下小家伙 就是基本上体温正常 现在就是流鼻涕 有点咳嗽 所以给我们开了点药 让我们去附近的药店去取 也有消炎的药 就是建议我们先不要使用 如果那个小家伙 它可能更严重了呢 你可以再考虑使用这个 耳朵呢,是有一点点红 就跟我们说 如果中医看的话,肯定就是有点上火了 回去让他多喝点水吧 刚刚正好在 那个医生在检查的时候 突然公公就打电话过来了 一听说我们在医院,我的天啊,着急死了 现在估计已经在去我们家的路上了吧 我们现在也要赶快回去 公公跟小家伙在这玩 我们在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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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Timmy 你是超人吗 嗯? 我们在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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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很恐怖的超人呢 是不是? 你是小怪兽了 嘿嘿嘿 我们在这边 我们在这边 好像在教他玩个什么 小家伙吃了药之后下午好多了 公公刚走 婆婆就打电话说 让我老公把小家伙带过去 去那边玩一下 他也惦记着小家伙生病了 其实还好 小孩子的抵抗的灵源还是有那么强的 终于清静了 说实话 昨天小家伙晚上一直在咳的时候 我也没有怎么休息好 现在我老公把他带过去 我也可以休息一下 其实我们搬过来这么久 就是搬家之后呢 公公期到我们这里 来的还是比较勤的 基本上隔天都会来一次 婆婆呢 就是没那么方便了呀 就是每次想见小家伙的时候 都要整个给我们打电话 然后把孩子带过去 所以婆婆经常就会抱怨 公公每次过来的时候 我没有告诉他们就带他过来 所以说我感觉我们见面的次数 也比较频繁的 好像基本上每天都见了 所以说话就是 跟公婆做敬也有点好处 就是真的是在我生活中 还减轻了很多负担 因为你看我经常就是一打电话 就到婆婆那边去吃饭了 或者说婆婆要不然就会做了菜 之后让我老公带回来 前天还让我老公和婆婆做的 鸡肉咖喱 然后让我没有去吧 然后让我老公过去拿的 所以说觉得自己还是挺幸福 挺幸运的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